自由女神在哪难道不见了吗 纽约上空一片灰蒙蒙 身手不见五指 加拿大烟火产生的烟雾 持续往南飘 蔓延到美国东岸 以及中西部发生雾霾 空气品质也急剧下降 达到不健康的等级 总计美国有1亿2000万人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 纽约还出现了许多成群的小飞虫 有民众骑个脚踏车 衣服上沾满了小虫 而美国南部的热浪是大发威 威胁至少6200万人口 德州气温一度高达设施48度 休什顿是热到路面均裂 至少有13人在这波热浪中上升 而日本则是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 九州等多地降下破纪录的豪雨 各地传出淹水 土石流等灾情 已知山口县一名男子 因为车辆被水冲走而身亡 另外有一人在车辆泡水之后失联 大分县还有一名男子住家被土石给冲垮 至今尚未寻货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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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